谁能想到一座普通的小山坡 在这个男人的改造下 竟然成了合适居住的家 不仅有石头地暖 黏土壁炉 还通过自制的鱼钩 成功吃上香喷喷的烤 刚被公司优化的建国 只想来到野外讨生活 他发现一面高耸的山坡 避置不住建造基因的他 当即决定在这里建个小窝 只见他先去附近撂倒几根小树 然后加工成合适的长度 既然成不了花一朵 那就干脆用来搭建庇护所 很快就将手臂粗的木棍做成木梯 此时只要削上几根木栓 通过斧子的敲击 把它们牢牢固定在一起 就可以通过梯子的辅助 在上面规划出大概的轮廓 建国一言不合就开挖 就这生猛的挖掘技术一点也不含糊 这便介于坚硬和松软的土地 也给挖掘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不一会的功夫一个生动就呈现在眼前 但是它根本停不下来 完全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 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铲子在建国的操控下 精准地凿着每一片泥土 很快一个不大不小的储物草孕育而生 既然打算长久地居住下去 必须在一侧找个合适的位置 规划出大概的轮廓 来给庇护所添加个灶台 一把铲子在建国手里舞动的虎虎声威 很快它把烟道口也预留了出来 不得不说建国非常有远见 本以为它要做个东北大火炕 没想到它在地面凿出个十字槽 直接一步到位做地暖 为此它要去附近找来一些曼藤 好在这里的资源比较丰富 一会的功夫就找来好几块 并用它祖传的手艺 编织出可以在物的篮筐 有了合适的篮筐做后盾 它去远处搬运石板就会方便很多 建国也毫不客气地收集一兜子 这些都是搭建地满的最好建材 只要按照挖好的火到铺垫上去即可 剩余的黏土也没有浪费 它将其给堆积在一起 顺便请它们喝口82年的山泉水 这样做出来的四喜丸子弹性十足 现在把火道上的缝隙全部铺满 就靠这些黏土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它找来一根粗壮的原木 先用斧子将其一分为二 再用凿子开始细细打磨 把内在的枝壁分离 做出个半壶形凹槽 再把树上分泌出来的蜡油 放在火上加热融化 将其涂抹在木槽两侧 这样再重新结合在一起 然后用藤条进行加固 这样就得到一个完美的烟囱 放上去大小刚好合适 然后它将剩余的黏土继续给蜜蜂 就算冬天到来也可以不惧寒冷 不过在这之前要做个卢壁 这就少不了先做个模具 在野外生存首要就要学会利用周边的资源 要说小火精神在 在哪都是实力派 只见它将收集来的原木 三两下加工成方形 而且都要用锯子切成一片片 想要使木板变得光滑 就需要用豹子细细打磨 还用笋卯结构使它们手尾相连 这样就可以做出大小不同型号的模具 有了合适的模具 它继续找来这种固化的泥土 并用棒子给碾压成涂抹 然后继续用水浆漆搅拌在一起 来制作比较大的卢壁子 再找来几根树枝穿插在一起 使其结构更加牢固 最后用粘土全部进行覆盖 用木栓分别插出7749个孔洞 接下来制作泥砖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 趁着晾晒的功夫 它又继续找来几根原木 将其加工成合适的长度 原木的异端都要消除损头 这就是制作门窗的建材 继续采用损卯结构将它们手尾相连 很快就得到一个长方形门框 以及大小合适式窗框 现在只需要挖出两个对应的机坑 就能把门口稳稳地卡进去 看着大小刚刚好 随着整个泥砖晾完毕 也该到了正式搭建的时刻 一层粘土一层砖头向上雷起 得益于泥土的质地非常好 这让它搭建起来轻松许多 过程中还要把灶台口做精装修 在这之前要先把一大一小的卢壁子安上去 然后用砖头继续围绕着庇护所垒高 从这个砌砖的手法来看相当工程 本以为是个木匠出身 没想到是木匠瓦匠双学位 很快依靠着墙体垒出规整的烟囱口 过程中还要把预留好的木窗安排上 然后继续用砖头全都给弃上 现在整个庇护所看起来有了家的样子 然后他找来几根细软的柳条 将其用线绳横竖拼接在一起 都说荒野生存不养闲人 建国的手艺绝对是顶级的 通过一双桥手拯救所有 就连钓鱼的设备都要自我创新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批撒网重点选拔 随即他在附近挖出几个新鲜的土豆 接着点燃壁炉 给壁炉烘干的同时顺便把土豆放进去 看着火焰猛烈的燃烧 很快木头变成了炭灰 土豆也顺利的在里面毕业 然后将其碾成糊状 用来当作幼儿 挨个给每个钩子上挂满 然后建国在小溪边垒出断流口 就可以把幼儿放进去等待时机 趁这个时间他继续收集一些绿盒叶 拿来给室内装饰一番 回来的时候池子里面已经有不少小鱼 看着建国是欣喜若狂 随即放在河边进行清理 然后用木棍串联在一起 做个烟熏小烤鱼 至此整个庇护所搭建完成 建国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样的庇护所简直就是艺术品 因为它坐落在两棵大树之间 利用三百根原木搭建而成 里面不仅空间十分开阔 外部的造型也十分独特 刚和媳妇大吵一架的阿克 气汹汹地来到野外 无家可归的他打算在这里安家 首先要找一些不成才的小树 用工具给他结出对应的尺度 好在阿克也是经常混迹荒野 再加上与常人不同的体恋 只用了一天时间就结了百来根原木 为了能在斜坡上搭建庇护所 他必须选用几根粗壮的原木 将其加工成合适的长度 然后精准地卡在两棵大树上 不得不佩服阿克的奇思妙想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承重主 只见阿克依靠着两棵粗壮的大树 搭建出四四方方的框架 然后原木一端都要削出凹槽 这样就可以让两根原木深入交流 交界处在用工具钻出相应的孔洞 此时只要削上一根木栓 就可以通过斧子的敲击 让它们彼此连接更加紧密 有了合适的基础框架 搭建起平台就简单很多 只需要用木棍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再用粗壮的原木向上雷起 为了防止原木离家出走 每垒高一层都要用木栓进行固定 好在阿克经常看荒野建造 搭建起来还是得心应手 就算背着老婆离家出走 在野外依然能够精神抖擞 说话的功夫就搭建有半个人高 而且过程中还要预留出门窗的位置 这样室内就可以得到充足的采光性 有了肩部的墙体 搭建屋顶就会简单许多 首先要放上一根粗壮的防梁 依旧用木栓进行加固 屋顶阿克选择人自行框架 两侧就需要规划出合适的坡 随着几个大开大合的阵盖 整个墙体被锯得整整齐齐 这样就可以给屋顶做防水 只见它将黑色薄膜固定上 直到把屋顶全部铺满 顶部再用手臂粗的木棍 继续一根根整齐的马好 就能得到稳定的人自行屋顶 安装简单且非常实用 还能有效过滤雨雪的堆积 带的完成好以后 它找了根千年古树 将其身上的苔藓搜刮一空 这简直是填补缝隙的绝佳材料 大壮毫不客气的全部覆盖上去 带的忙活完这些 它找来原木将其一根削尖 为了能睡得更加舒适 它准备在室内搭建个单人床 首先用原木架起支架 再用结好的木棍一根根安排上去 有了合适的木床 它又用剩余的木棍组装大门 真正的高手往往不需要太多华丽的东西 就能做出来安全感爆棚的木门 放上去简直是严丝合缝 现在只需要布丁上的河野 就能让彼此百年好和不离不弃 然后它用透明塑料替代玻璃 虽然没有玻璃平整 但好在透光性为的说 考虑到天气慢慢变了 它又去附近收集一些松枝 来铺垫在粗糙的地面上 不仅能增加饱满海美观 然后找个安静的角落 将野生石板铺垫上去 既然打算长时间的住下去 壁炉肯定守不了 严谨的阿克防火都要做到位 这样再安排好烟囱就会万无一失 得益于之前在五八同城找了一份好工作 这才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保险起见它又在屋顶涂了一层粘土 这才放心地劈砍了一些木材 忙活了一天该到了干旱的时刻 只见它先点燃干柴烈火 随着一缕鸟鸟吹烟冒出 阿克顺手准备好今天的食材 只有荤素搭配 还能干活不累 要说小活体力好 汉堡牛排少不了 就这鲜嫩的颜色你流口水了吗 这小日子过得也没谁了 在山间幽谷既能欣赏美景 还能回归大自然 这简直就是令人向往的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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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